我们先理解一下 其实所有什么护卫都是让罗养人 除了好听一点 老师是你这样也太好 但他的实际点就是让罗养人 在外面我们碰到一些特别凶的狗 或者说这些狗已经把我们咬到了 狗咬到了我们以后 我们该如何去自救 别的恶狗在咬别人 我们正好在旁边 我们又怎么去施出援助之手 去救这个人 首先第一个是看到这个凶的这只狗 如果说它被人宣的 或者是牵着 就是我们完全可以不去看这只狗 大胆的走过去就行了 当它不存在 人身距离上它是安全的 然后你不去看它的眼睛 反而不会引起这个狗对你更加的关注 如果我们是遇到它的这种狗是散放的 它冲过来 这里面要分析种情况 一个是它如果刚刚冲过来 我们这个时候看到旁边有地方躲的话 就赶紧能快速的躲起来 躲的东西地方 它一定要有东西挡的 因为你往后逃了以后 这只狗追到你这里来的时候 它会更想咬 最欲望的 就是你要有实际的东西去挡着 如果发现你在一个空地 没有地方去躲 逃你也来不及了 那这个时候呢 就看你手里拿了什么东西 不管你手里拿了任何东西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等到这个狗 站在原地不动 一定是不能逃 对着它的眼睛 那么它往这里转转的 你也跟它移动 因为它的生理结构是 眼睛在头前面 它的脑袋以后的身体部分呢 是属于它比较弱的地方 是也就是说 它心里脑半心会受伤的地方 当它发现你没有逃 而你反而是拿东西 跟它对峙的时候了 这个气场已经在提醒它 它要保护它身体 比如说往来这个吸引神 我如果是这样对着这个的话 它就一直会听到这个点 然后它会停在这个附近 给你去迂回 它不会冲过这个点 而去跑到你身上来咬你身体 因为它特别怕 不在它视线之内的 这只手在背后打它的身体 这是狗的本能的心理反应 所以我们手里有什么东西 就拿什么东西 指它就行了 如果说你手里也没有东西 可以应急地就把上衣脱回来 也是这样对着它 这是一个自救的方法 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们遇到狗 已经咬到我们身上了 你这个时候求饶 只会让狗越咬越兴奋 而且还会持续地去撕 你这个时候 唯一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忍着疼 骗它对干 它咬到我这个胳膊 是吧 那我就用这个胳膊 去闷它的头 就打出来 这个就像我们人的太阳穴 这一看 它耳朵跟你眼睛这一看 你有多大力 就打到大力 否则它在这个 受到这个冲击以后的 比如说它疼得 嗷嗷叫了 它就会逃掉的 如果它咬到不是咬到那些手 你两个手痛的 你急得把它抓起来 抓它这样的筛帮 抓起来以后往外一甩 因为那个时候 筛出去会很重 而且在你抓到它 把它拎起来 四脚腾空的时候 会给狗造成一个 潜意识的紧张 就是害怕 它一旦有了这种害怕心理 它这个咬的自信心 就会降低的 它就等于说会松口 如果我们在路上看到 正好遇上的 就是有这种恶狗 在咬别人 到了这个人 才出现生命危险的时候 到现场去 直接找东西 有棍子找棍子 去了以后不要怕 对着它的脸的侧面 这一块 狠的就是轮一棍下去 这一块打不死狗 但是会把狗打得非常疼 最容易让狗放口 因为狗在疯狂地 在咬这个人的时候 它是专注在被咬那个人 就是人去救的时候 你有了这个工具以后 千万别鬼鬼祟祟祟地去 千万别害怕试探性地去 因为你这个试探 给狗造成一个 到后面可能要偷起它们 一个气贝 拎起来以后 就是狠着一扫 这个狗会蒙 大佬一蒙 继续崩地的自信心 会瞬间被瓦解 瞬间失去这个战斗力 这个是一个快损很不适 还有注意一点 就是当遇到这个狗 兴奋的 很疯狂地在咬这个人的时候 你去救援的时候 你千万别去扯狗的尾巴 扯狗的后脚 狗的脑袋背后的 这一段的身体 是狗的心理弱点 那如果说你去扯它 这一块 是往往会造成的狗 反过来咬你 那个人是被你救了 但是你自己搭进去 这一点千万要注意 这种恶狗敢咬人的行为 基本上是狗主人宠出来的 放动出来的 甚至是狗主人鼓励出来 这种恶狗 它造成的结果是很严重的 一方面伤到人 第二方面其实也是伤到了狗 伤到了整个社会 养狗的这样一个文化 一个环境 那么要预防这个问题的话 只有从养狗人身上去下手 它咬人会不会 好像各种后果 对于狗来说它是无知的 它哪里知道 咬了人要赔钱 咬伤要住院 咬多了以后的它自己后面就要被打死了 人不能有这种心理示好 要乱狗有素质 就是人要有素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